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为43万日元 约25680元人民币 要知道 日本大学毕业生2017年的平均工资也才为20.61万日元 约12308元人民币 就算是硕士毕业生也只有23.34万日元 约13939元人民币 华为这颗高薪炸弹一丢出 瞬间秒杀一众日本企业 据了解 除了上面给出的高薪 每年华为还会发放一次以上奖金 担心休假消化率50%以上 周末和节假日全部休息 各种社会保险一应俱备 还有退休金制度 如果就这样看 可能大家还是不懂 对日本人的冲击到底在哪里 那么社长再援引点例子 从Rekunabi网站发布的索尼2018年招聘来看 本科应届生的月薪为21万8千日元 硕士月薪25万1千日元 与华为给出的薪酬相差将近一倍 难怪日本人都震惊了 在以往 日本的应届毕业生都以毕业能到索尼 夏普 这些日本名企为主 但是 在如今这个利益社会能赚多少才是才是员工们关心的事情 这一人才策略果然起到了不错的效果 华为招聘轻松登上了日本的热门话题吧 日本国民惊叹于中国企业的大手笔 纷纷评论 一般人都想去华为工作 看来优秀人才要流走了 华为这一波免费广告 打得真得要双计666吧 日本工薪阶层工资一直涨幅不高 还有另一个深层原因 日本国内的企业大多是终身雇员制 平常雇员的忠诚度是考核的一大标准 所以雇员都不好意思 提出提高酬劳等要求 导致中日人才的工资差距越拉越大 这种差距会随着职位的不断升高越发明显 华为这次给日本带来的冲击 会让日本企业加快摆脱终身雇员制 中国的阿里巴巴 腾讯等公司 同样以高酬劳吸引着日本的人才 而日本的人才同样也在考虑 是应该追求稳定的工作 但是工资比较低 还是拿着高工资凭着自己的努力 实现自己的价值加入非终身制的企业呢